小姨, 你的手冊呢? 哎呀, 留在家裡 你怎麼搞的? 我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 做完功課都要收拾書包 用的東西可以進去 不用的東西可以拿出來 你沒腦子的, 說的都不記得 你沒用的 我再跟你說最後一次 如果你再沒有記性, 我就不要你了 真是頑皮, 氣死人 走快點 很多父母問 我教你多少次才聽 我做過研究 學一個英文字 要重複八至十次 才能真正熟悉掌握 所以小朋友錯完又錯 正常的 父母不用不高興 大人都會錯人又錯 父母不需要太緊張 訓練多幾次 做正確便行 當父母遇到問題的時候 記得要冷靜 你才可以幫小朋友思考 提升他們的思考智能 小儀, 你那本手冊呢 唉唷, 留在家裡 甚麼? 你不記得帶手冊嗎 小儀, 你可不可以想想 為何自己會不記得帶手冊 我不知道 可能昨晚做完工 放在桌面 忘記放入書包 嗯 那怎樣才可以記得 把手冊放入書包呢 我不知道 媽媽, 不如你下次提我 嗯, 我也怕自己不記得 不如把要帶的東西 寫到張紙上提醒自己 那會不會容易點記得呢 好啊, 張紙還要貼在門後面 那就一定記得啦 聰明女, 懂得想方法解決問題 那現在沒有手冊 那怎麼辦 當然快點手去拿回 對了, 走吧